欢迎和感谢大家来到我的视频 今天要介绍一本我非常受益的书 超发想力 作者是日本精神心理学家 同时也是一位企业家顾问 名为Diago 超发想力 Chow Hasoloku 当然这是日语 合适的中文应该翻译成超强想象力 或超强创意吧 可能你是一位想成为人生赢家 不认输的人 也可能你想成为工作岗位上 最有新想法 有思想的人 也可能你很想成为一个 有超强想象力的 有创意的人 那这本书我是超想推荐给你的 作者基于科学研究的依据 明确地指出 没有想象力 没有创意的人生 仅仅靠认真的 循规蹈矩的工作 往往很难成就 很难出成果 当然作者解析了这个结论的缘由 并给出了对策 也正面地分析了具有创意 有好的想法的人 他们的特殊优势和益处 这本书还告诉我们 想象力 思想力 以及创意 并不是天生的才能 而是一种技术 通过训练 细致的打造 是可以习得的 作者Dygo 他在这本书中指出 研究表明 有想象力的人 比起 循规蹈矩 认真工作的人来说 更容易获得成果 因为他们的思议方式的不同 认真的 循规蹈矩的人 思考的是 坚持做好 坚持做完 这样的想法 固然是不错 但是有想象力的人 思考的是 怎么样把事情做得有趣 或更有趣的去做 不断地思考 还有没有什么 更好的办法来做 从结果上来说 还是有想象力的人 能够坚持下来 最后 忠诚正果 因为坚持完成一件事 本身就很困难 比如运动习惯 良好的睡眠习惯 饮食习惯 还有很多有价值的习惯 持久地做下去 都很不容易 为什么坚持不下去呢 虽然理由可能很多 但最大的障碍是厌倦 厌倦 可以说是挫折中断的第一要因 失败的大敌 那如何战胜厌倦这个敌人呢 最好的方法就是发挥想象力 开发出新创意 因为一直做一件事一定会厌倦 相反 发挥想象力 动用创意 看看有什么好办法 一边改 一边变 就坚持完成了这件事 喜欢做的事 有趣的事 更容易坚持 和继续下去 而最终取得成果 所以 琢磨 思考 怎么才能有趣的 愉快地去做 在这一点上 有创意的人 是有绝对优势的 他们是用愉快 连接了持续 而持续又连接了成果 有创意的人 还有另一个巨大的优势 就是应变能力极强 在现代极具变化的时代里 能够应对变化的人 胜出 比如日本目前状况就是如此 无论是国家还是企业 都在告急 说承受不了了 你们去做点副业吧 做点投资吧 可以给你们一些优惠政策 对于这样的变化 有多少人会觉得很困惑 没有办法 但有想象力的 有创意的人会觉得 哦 原来是这样啊 没事没事 就会去想出很多的办法来应对 不做副业 不做投资 也能活出丰富的人生 也能自己承担起责任 来应对困难 这时有创意的人 会显示出极高的价值 第三点优势 也是多年研究中得出的结果 有创意的 有着游戏风格的人 在日常生活中 幸福度会更高 我们一直在说 想象力呀 创意 好像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大事 其实仅仅是要拥有好奇心 拥有想发挥想象去创意 去有趣的做事的态度 有这种去过好人生的意愿 就够了 这样做什么事都会快乐 保有这种态度 很关键的 是不要去与他人比较 不要以为比谁谁谁 更有好奇心 有更好的想象的态度 就怎样怎样 而是只要有适合自己的 比以往的自己 更有好奇心 更有想象力 就会使生活的满足度 幸福度提高 有这样想象 去创意的态度 和尝试的人 也有更高的 抗焦虑不安的能力 比如像画画 做手工 写诗做文章 音乐 影视创作等等 这样需要创意性的工作 在对抗焦虑不安方面 都非常有效 会感到劳动的效率很高 因此呢 人生的快乐感 和满足度也高 那如何才能习得 创意这个才能呢 下面就介绍 三个具体的方法 第一个 就是利用注意力的换散 第二个 是让身体动起来 第三个 是无意识 第一个词 是来自英语的 Leak Attention Leak是泄露的意思 Attention 是注意力 让注意力泄露 具体的 具体就是 一半眼睛看着眼前的事 另一半在想别的事 一边看着手里的这个事 一边想着其他的 研究发现 就是新的创意 容易浮现出来的 好办法 觉得很不可思议吗 科学家研究发现 大脑就是这个样子的 比如在 嘻嘻嚷嚷的 咖啡店里思考 去公园里 看着孩子们 热热闹闹 玩耍的样子的时候 容易想出好办法 有好的创意 所以如果想要有一个 好的创意的时候 就去找一个 让自己的注意力 涣散的地方吧 第二个 是利用身体 动着的状态时 来思考 这是一个比较有名的办法 苹果公司的创始人 乔布斯 就是采用散步的时候 思考 身体在动的状态时 对于想出高质量的办法 和主意 是十分有利的 我们可以选用 适合自己的 比较舒缓的 还有思考余地的 运动方式 来开发自己的创意 而且研究还发现 大幅度的 身体的姿势的变动 和剧烈的手势 对创意是十分有利的 容易使想法涌出 第三个 就是利用无意识的状态 这个无意识是心理学的概念的无意识 就是放空大脑 发发呆 这时候也容易有好的想法出现 因为研究发现 很多其好的想法 往往出现在和那些和工作没有关系的场面和时机 比如在冲淋雨的时候 上厕所 泡澡的时候 身体正在完全放松的时候 就有好的想法 突然冒出来 所以 给自己 一点彻底离开工作 彻底放松的鱼匣 是很重要的 还有 吃美食和聊天的时候 也是很好的创意的时机 另外还有五个帮助涌出创意的小技巧 研究发现 很多很多的创意 都是出自洗淋雨的时候 还有音乐 尤其是让人快乐的 是情绪上扬 正能量的 没有歌词的音乐 容易帮助产生好的创意 其中 维尔瓦迪的四季 这首曲子 研究表明 是贡献创意 最多的曲子 第三 是一些与广阔 博大 相关的事情 比如在大房间 高屋顶的房间 就比起窄小的房间来说 更容易 产出创意 出门去远方 也属于一个和广阔相连的好办法 如果没有条件去远方 看看远方的影像 照片 也是很有效的 还有就是 不同文化的交流 有历史的 时间跨度的 影像书籍 接近大自然中的蓝天 高山 海洋 大河 到公园里去散步 仰望星空 都会帮助 好想法的涌出 还有 官业植物 可以帮助 减轻焦虑 减少疲劳 对提高创意 也很有效 甚至是电影 屏幕上的 也可以 帮助 绿色的 还有包括 绿色的笔 窗帘 也都有好的效果 第五个 就是茶 茶是一个 益处很多的饮品 它的抗氧化作用 可以改善身体的状况 其中的咖啡因 也有帮助提高 注意力的作用 当然咖啡因 不宜过多 这一点 要特别的注意 好 以上就是介绍和分享了精神心理学家 Digo的书 超发想力的内容 希望我们 共同受益 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 请订阅我的频道 和为我点赞 非常感谢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 请订阅我的频道